现在老师来到兰卡几天啊 慢慢的已经进入状态 投入状态了啊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提供这个工作室 因为这个工作室的话 可以做一个担保 可以方便交税啊 就正规合法 然后这个朋友叫商商 然后他也是斯里兰卡的一个 一个矿主啊 他有一个矿商 他家里面就实实在从他爷爷传到他爸爸 他有三座矿商啊 所以他每天会经常来这里送宝石 所以今天的话也感谢他给我们 因为现在真的是疑惑难求啊 不要看真的是一颗 有时候很多人几天都找不到一颗正中意的宝石啊 像这个我还是蛮中意的 这个也是帮我的一个粉丝朋友啊 他看中这一颗了 他想要这个颜色 把他挑了几天来挑出来 嗯 是 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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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喜欢拉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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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来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宝石也刚才我收的一个叫沙福来 啊 它是浅绿色的也是有很多朋友他就专门喜欢这个颜色啊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颗沙福来啊 它这个shaflai的话 主要是它的这个活彩比较好 然后进度也比较高 最重要的是它性价比比较高 不是特别的贵 也是那种大众可以接受和喜欢的价格 价位 有很多朋友也会好奇 这颗shaflai帮粉丝挑的大概多少钱 我和大家说 就是大几千 无位素都不到 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然后在这边也帮又一手包办 做那个证书 然后这边找人肉带回去 带回去以后 然后给大家发顺风快递 像这种火彩 这种质量的石头 在目前来说 在兰卡也是很难挖到的 就是可能他们一个矿山里面 要挖几个月 都不一定能够挖得出一颗来 所以它的价格 很多人就会觉得 就是一颗石头 为什么干到什么大几千 它现在就是这样 就物以稀为贵 现在也是越来越难挖 因为现在兰卡的石头 它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也是越挖越少 所以大家切买 切珍惜